好 现在看你的 胰脏因为隐藏在肠胃道后面 使用超音波检查 常常难以发现胰脏癌 需要进一步使用核磁共振的方式 才能检测出来 因此有超过八成的病人 一确诊就已经是晚期 就算胰脏癌在癌症十大死因当中 只排名的第七名 但患者平均五年的存活率 却低于一成 比起其他癌症还要凶险 其实现在胰脏癌的发生率 在台湾已经掉到死命以后 但是因为他的死亡率高 所以就是我们这样分析 他的在台湾癌症死亡率 现在胰脏癌大概已经排到第七 我刚才讲过 就是一年2500位新诊断的病人 同时也将近有2500名就死亡 医师表示胰脏癌大多 耗发于60岁以上的男性 像是抽烟或喝酒等等 都是罹患胰脏癌的高危险族群 特别是有遗传史的民众 更要小心留意 基本上还是以男性为主 男女比例可能6比4到7比3之间 那年纪大概也是60岁是高峰 以上是高峰 然后一些浩花的高危险群 比方说抽烟 然后慢性胰脏发炎 这个可能常常跟喝酒有关系 那如果有遗传性的 那更要注意 医师提醒民众如果出现黄胆 肠胃不适 体重减轻 上腹闷脏疼痛等等症状 出现长达三个月以上 就要大胆怀疑可能是胰脏出了问题 要尽快前往肝胆肠胃消化科就诊 及早发现治疗 挽回一命 人间卫视离入里奇台北采访不到